奥巴马向台下各国领袖发表演说是指出 他确信如果要结束中东的冲突是无法超进路的 他强调说只是经由一些声明或是联合国的协议案 并无法达到和平目标 根系人士指出奥巴马这番话明显是针对巴勒斯坦自治当局主席 奥巴斯的联合国助会申请而来 阿巴斯因为历经与以色列长年的谈判之后 至今仍无法达成独立建国的目标 因此今年转而诉求联合国大会 希望能够藉由成为联合国会员完成建国的梦想